在之前的影片里 我们说到 作为价值投资者 我们经常听到的投资 就是要以一个合理的价格买入优秀的公司 并伴随它一同成长 以这样的投资理念 无疑会错过许多好的公司 比如说较早前的亚马逊 以及最近相当火热的特斯拉 就在最近这星期 特斯拉股价再度冲破三位数的价位 来到了每股1000美元的新关口 而且股价在这几天还持续的上涨 目前市场估值已来到300倍 如果你以一个传统的价值投资思维来思考的话 基本上高过30倍估值的公司 你根本不会想要看一眼了 更何况是目前300倍的特斯拉 但是这样固有的投资思维 真的是对我们有帮助的吗 如果我们只以这样的单一性思维来投资的话 会不会因此让我们错过许多在未来会发展的很好的公司呢 对于特斯拉这种高估值的公司 我们又要以一个怎样的投资观念来看待它呢 今天就让我们来谈谈这个话题 在影片开始之前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频道的观众 这是一个专门分享成长思维与投资思维的频道 如果你不想错过之后的内容 欢迎订阅我们并打开小铃铛 我们将伴随你迈向富足的道路 好了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吧 要知道特斯拉能不能投资 首先我们必须回归本质 买股票就是买公司 特斯拉究竟是个怎样的公司呢 大部分的人看它都只是一家电动车公司 以非常高科技的汽车流水线 大量自动化生产电动车 除此之外 特斯拉也是第一家豪言要实现 五级自动驾驶生态圈体验的公司 也就是说 一旦到了第五级的自动驾驶 汽车将完全不需要靠人类操控 可以自行的与其他电动车进行沟通 以及低的延误 配合道路的种种现况 此时 人类将能够完全放心的在车内做其他的事情 可能是办公开会甚至是补眠 根本不用理会车外的状况是什么 电动车将能够安全的把人类送往目的地 此外 特斯拉坚持发展电动车 而不是传统的燃油车 这也是为了大力提倡可再生能源 简单来说就是环保 特斯拉打破了汽车行业对汽油的依赖 并且在慢慢的颠覆整个运输和能源生态系统 其实特斯拉的环保大蓝图不仅仅只在电动车上 他还为家庭提供了通过太阳能电板 产生的太阳能 并将其储存在Powerwall电池中 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开放了其专利 选择以竞争对手一同成长 在这个努力保护知识资本 以利用研发投资的行业中 算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举措 好了 说回到正题 为什么特斯拉当前的市场估值那么高 还是有那么多人持续买进呢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知道 市场并没有把特斯拉当成是一个传统的汽车公司 所以你并不能将特斯拉与传统的丰田或者是本田汽车 这些30倍估值以下的公司进行对比 那么特斯拉在市场的眼里是个怎样的公司呢 简单来说就是一家刚好做汽车业务的未来科技公司 我们在科技的前方加了未来这两个字 是因为一些特斯拉的计划在当前还没能实现 就如刚刚我们提到的五级自动驾驶体验 股市本来就是一个卖梦想的地方 越是让投资者感到憧憬的失误 就越多人会支持 因此造成想要买入特斯拉股票的投资者们 都不惜按照10年后的盈利估值 以当前的价格买入 由于特斯拉大部分在做的事 都是一些挑战或者是颠覆人类 普遍使用汽车的方式与目的 因此它会受到市场的高捧也不足为奇 生产电动车的商家目前也不止特斯拉这一家 许多传统的燃油车公司 例如奔驰 奥迪以及保时捷等汽车公司 都相继研究并退出自家的电动车 但为什么总是特斯拉受到最多的市场主母呢 特斯拉现为电动汽车市场的领头羊 它之所以能稳坐市场的第一把交椅背后的因素有非常多 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整理了三个最主要的运营策略 分别为产品策略 销售策略 以及研发策略 我们先说说第一个 产品策略 早在2008年 特斯拉一来就先发布的首款电动汽车Roster 当时售价为10万美元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电动车的价格都是非常高的 其中最大的因素来自于电池本身的成本 对于一般美国人来说 普遍上一台2万美元的家庭式汽车就够用了 可是对于电动车来说 光是电池的成本就超过了2万美元 整辆车至少要卖个5万美元 这在美国当地基本上已经是奔驰宝马的级别了 价格的确不太亲民 这时候问题来了 十多年前谁要以奔驰宝马的预算来买一个不知名的电动车呢 当时特斯拉的管理层目标非常明确 他们只能先从富人群里下手 因为他们知道10万美元在富人眼里根本算不上什么 而且富人买电动车并不是为了炫富或者是省油 而是彰显自己对社会的环保态度 因此他们就决定了特斯拉应该先进军高端跑车市场 客户群就是那些带着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的高收入群体 以及社会名流 这个与众不同的市场策略给特斯拉赢得的很大的市场空间 因为当你准备卖一款10万美元级别的电动跑车时 你就不必担心2万美元的电池成本了 看到了吧特斯拉与其他厂商不同 是他自上而下的产品策略 当时马斯克的朋友 也就是谷歌的联合创办人 拉里佩奇 与谢尔盖布林 就是当时少数支持这款电动跑车的人 当这个高端市场渐渐被打开 高档次的消费者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 然后随着每款后续车型的推出 特斯拉就能够利用从上一批高端车所赚到的钱 去投入生产那些比较中端的车型 以更低的价格尽快迈向更大的市场 作为一家快速成长的科技公司 当时特斯拉所拥有的自由现金流都用于技术开发 从而降低成本 并尽快的将后续的产品推向市场 当有人购买特斯拉Roster跑车时 他们实际上是在帮助支付后面更亲民的家庭用车 所需的开发费用 这样的策略 一方面能够帮他建立起一个很好的口碑与市场影响力 另一方面 也在前期让他获得了比较高的收益率和净利润 等到了在高端市场站稳脚之后 再推进到终端市场 让中产消费者也买得起特斯拉电动车 高端市场的开发 无疑成为了特斯拉量产终端车的一个很好的开始 之后 特斯拉开始大量投资在超级工厂的建设中 所谓的终端市场 比如说Model Y与Model 3车型 意味着更大的市场需求 以更低的价格卖给使用者 这也意味着特斯拉量产的能力要更强 成本控制要更严格 物流也要更精细 这在稍后我们会重点说到 特斯拉的另一个特点是没有中间商的销售策略 这与其他厂商又不一样了 特斯拉是自己做直营店 因此跳过了中间的经销商 这个策略不但让特斯拉的价格更统一透明 也有效的躲开了经销商的抽成 这在前期看来是一个能够让公司利润增加的做法 你或许会觉得很奇怪 感觉都不怎么看过特斯拉的广告 这其实也是特斯拉的另一种销售策略 根据领导人马斯克之前说过 特斯拉从不花钱在打什么广告 或者是行销商务上 而是只把钱花在刀刃上 只做最本质的事 那就是产品研发 其实特斯拉并不是真的不打广告 而是真的没有这个必要 马斯克为特斯拉目前的领导人 虽然不是初期的创办人 但无可否认 许多人也是在马斯克入股特斯拉后 才慢慢将目光放在这家公司上 马斯克活泼古怪的个性 以及他早在2000年时 互联网时期的各种丰工伟业 造就了他自带流量的优势 随便在推特上发个状态 或者是与网友互动 所产生的流量就很多了 这无形的也在帮助特斯拉 以及其他的公司 比如说SpaceX 带来了许多市场的瞩目 比如说2018年时 马斯克就用SpaceX猎鹰重型火箭 将特斯拉的Roster 超级跑车送入太空 再来就是2019年末 Cybertruck的发布会上 发生了一件很尴尬的事 那就是他自己宣称的仿弹玻璃 被一个钢球一丢就破了 撇开这件事是不是特意的不说 重点在发布会后所引起的大幅度新闻报道 以及各界人士的注意 这种会引起大众广泛讨论的话题 比起一般传统的广告 效果来的不是更好吗 特斯拉一向坚持的极端性与差异化 造就了其产品在市场上的地位 要知道一家公司的产品永远无法满足所有用户 但是也肯定的会因此吸引一群非常认同你 以及喜欢你像是信徒般的用户 而这些用户自身就是很好的推广媒介 像是这种病毒式 一传十 十传百的行销手法 对于特斯拉来说 无疑都是一些非常有效的免费行销 特斯拉的品牌影响力 完全是建立在用户体验 以及马斯克的光环之上 马斯克的个人影响力 以及使中粉般的用户免费的推广 无疑成为了特斯拉不需要打广告的最大因素 以至于他们能够专心的将钱都花在产品的研发上 我们都知道电动车象征着未来 尤其是现在许多国家都更加关心关于环保 以及全球暖化的课题 美国更是把目标放在2035年内 禁止销售传统燃油车 这也意味着接下来的10到15年 将迎来电动车发展的巅峰时期 如果特斯拉要在未来10年继续当电动车的领头羊 它必须持续的优化产品流水线 减少每辆电动车交货的时间 提升每辆车的技术以及电池的输出 这样才不会被其他也在研发电动车的公司 瓜分太多的市场 说到特斯拉的核心技术 本质上离不开两个重点 那就是生产线以及电池 刚刚我们谈到的特斯拉把每笔钱都花在刀刃上 最主要的就是用于技术研发的项目 比起一般的汽车公司 特斯拉的能力就在于 它能够大量生产出高质量的电动车 最主要的原因莫过于它本身对生产线技术的投资 简单来说 特斯拉不单单开发电动车 它也不断在优化生产电动车的机器 要做出全世界最快的电动跑车 其实以现在的技术来说真的不算什么难事 对于特斯拉更不用说了 但是重点在于量产这两个字 你要如何把数千个汽车的小零件 完美的组装在一起 经过一连串的安装程序 最终完成一千辆一模一样 并能够在道路上安全行驶的车 这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比如说其中一个特斯拉的造车科技 GIGAPRESS 这个叫GIGAPRESS的机器 重量高达410吨 相当于5架航天飞机的总和 它可以将传统车架内 所需要加工组装的70个零件 和接高达1000次的复杂生产过程 变成一次简单的压住加工 让平时焊接两小时 变成现在的压住两分钟 同时也为目前的Model Y 省下了高达20%的成本 这台巨型机器完全颠覆了 传统汽车制造的生产步骤 只要压一下金属 整个车体模型就出来了 这样一体式的设计 不但有效的减轻了车体的重量 也大大提升了车体的防撞能力 此外 马斯克不单单只是特斯拉的社长 他同时也是火箭公司SpaceX的主要领导人 这让特斯拉能够直接搬运一些应用在航天的技术 比如说高质量铝合金的材料 也同时能应用在特斯拉的车膜上 这相比起其他的传统汽车公司来说 是非常难以实现的 也间接成为了特斯拉这家企业的产品护城盒 说到电池 想要保证特斯拉的行驶距离 一个全球性的充电网络必不可少 而想要把电动车的价格继续调低 在内华达州打造了第一个耗资50亿美元 叫做超级电池的工厂 值得一提的是 这家工厂完全能用太阳能驱动 他们的使命是 源源不断的为特斯拉汽车生产 所需要的锂离子电池 上面我们提到 对于一辆电动车来说 最大的成本来自于电池 如果电池成本需要2万美元 那么要打造出一辆价格在3万5千美元左右的Model 3 可能性就不会很大 所以对于特斯拉来说 降低电池成本才是重要的关键 随着电池效率的慢慢提高 以及价格不断的普及化 相信电动车在未来会让更多普通的使用者受益 让大部分的汽车使用者 都至少能够拥有一部 属于自己的低配版电动车 关于特斯拉的盈利能力 在去年的年报 该公司的年收入达到315亿美元 盈利7.2亿美元 这对于长期饱所亏损总经的特斯拉来说 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也更加让市场相信 特斯拉正在逐渐迈向稳定获利的道路中 如果这样的数据能够持续个3至5年 相信美股净利润EPS的增长 很快就会把特斯拉的市场估值拉回到正常的水平 也就是说当你在3到5年后看回特斯拉的估值 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觉得高估了 假设我们将时间推回至2013至14年 高达1000倍的市场估值 到现在的300倍 证明了美股净收益的提升 能够有效的拉低市场疯狂的估值 现在看上去一切合理多了 如果你是看中马斯克的创业精神 以及特斯拉在未来10年 能够为社会带来的价值 你或许可以考虑将你整个投资组合的一小部分 用来买进特斯拉 并且长期持有 这样一来 面临短期特斯拉股价的上下波动 就能够忽略不计了 如果你只以为 马斯克坐特斯拉电动车是为了颠覆汽车行业 你就太小看他了 其实特斯拉只是他大蓝图的一小部分罢了 特斯拉存在更重要的目的 是加速人类向可持续能源社会的转型 这也是火星移民计划中的重要一步 这个话题我们会在另一期专门为大家讲解 回想起当年的iPhone手机 在诺基亚与摩托罗拉统治行业的时候 横空出世 直接改变了手机的定义 从而慢慢统治了市场 别忘了 前三代的iPhone其实也只是小众产品 而且问题极多 一直到iPhone4的出现 苹果智能手机才慢慢走向主流 到现在的非常普及 十年后的特斯拉会不会也像苹果手机这样的普及化呢 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马斯克对于你来说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你又会不会投资特斯拉这一个看似未来发展潜力五线的公司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分享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